新的历史时代常常要谋划新的出发 那么常常就要发展起来以后 它对整个 比如说它可以带动整个长江经济的发展 带动周边区域发展 然后还可以代表中国去参与国际竞争 所以从意义上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也很关注这一次的全国两会上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 关于长长角发展的代表委员们 我们讨论的也很多的 这说明我们大家形成共赏 而下部如何把那个长长角把它发展好 这是对我们长长角来讲 对于实现我们国家的一些重大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些战略 那可以提供很好的资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